哈喽你好 非常欢迎你收听 或者是收看我们这一节节目 我是星辰 那在这一集开始 我要先来提出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就是 如果你可以完全不用担心 所谓的服务的时间成本 那你的服务会怎么样 会有什么不一样 然后如果你完全不用担心 不用去想 这样到底划不划算 划不划的来 那你的服务 你会专注在哪些面向 OK 会有这个提问呢 就是在我们最近一起的 奇迹进阶学院 我们有一个 应该是两周前 一周前有一堂叫 奇迹模式的 翻转赚钱认知的课程 然后记得在 好像是最后一堂课 我们有一个 我有一个学员 他就提出一个问题 他是一个 类似做 美丽行业的 OK 就是管理大家的头皮啊 然后让大家变得更 更好看 之类的 OK 然后他 也是有在 上我们的一些课程 然后也有来跟我做一些 做过一些一对一 然后他在上奇迹模式的时候 他大概 慢慢体验到 也向往我们所谓的那种 完全不同的事业 前进的一个燃料 不再需要焦虑 或者萝卜鞭子 鞭打 然后 可以由内而外的天然 去经营 天然动能 玩尼巴的方式来进行自己的事业 那 但是他当时提出了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就是 他在服务他的客户的时候 专注服务的客户的时候 并不会去计算 太多时间啊 然后这样子 到底划不划得来啊 就是 时间效益啊 投资报酬率啊 他不会担心这些东西 然后 在那个当下还是开心的 但是在服务结束之后呢 他就会开始有一点 他回想整个过程 他就有一点焦虑 有点担心 担心说 哇 我自己是不是花了太多时间啊 是不是这样做效益不是很好啊 然后 甚至 那如果他每次都这样子服务 那 以后 以后他客户会不会都觉得 他都是这样子 必须要花这么多时间 才算 才算是一组 一组服务 我到这个感觉 就像我们在巴厘岛的时候 我们在巴厘岛如果是 呃 我们会常常去按摩嘛 对不对 因为这边按摩稍微比较便宜一点 然后有些朋友他们 因为这边都是算时间的 所以我们会很清楚知道说 哦 60分钟的按摩时间 有些人可能 会偷懒 我们会很明显的知道嘛 所以他们是很准时那个时间的 然后 但是 呃 有的时候像我前 昨天还听到一个朋友讲说 他 中间太舒服了 他不要已经睡着了 结果他就感 快要睡着半梦半醒 之间他感觉到 他的 他那个按摩师开始偷懒了 你就知道他在睡着打祸了 然后就开始 轻轻的这样子摸一摸 之类的 然后他就突然醒来说话 然后他才 那个 他的按摩师才认真的 就是 哦 用原本的专业的 那个手法跟 那个 力道 来开始哦 这我们当消费者的时候 有时候会这样子 就是 但是当我们在当事业经营者的时候 呃 可能就像我这个客户 我这个学生所讲的一样 对 因为他 他一开始付出的很多 他不在意时间成本的 可能花了很多时间 然后他 但是他后来觉得 哦这样成本效益不好 然后这样子 那可是如果不这样 以后再不这样做 那客户会不会就 不喜欢 然后就跑掉之类的 那这样的压力 其实会让他没有办法 好好的发挥在他的事业上面 他就会 如果处在这样的状况 我们可能就不会完全去投入 当下的服务 而且不只是当下的服务 那个时候 呃 我大概是这样回他的 我突然想起我有一个 呃 我有一个 我最近有另外一个客户 然后呢 他也是有 有这样的一个感觉 就是 对于自己的事业 在服务客户上面 跟自己的界限上面 可能有一些 有一些困扰 当然我 我觉得第一个是我们 我们可以去好好的去设定一个 界限 每一次 如果有一些事情 带给我们一些 一些感觉 嗯 无论它是负面感觉 跟正面感觉 它都是我们的事业 可以去调整我们界限的一些 一些依据 对 重新让我们去认识我们自己 所以这是 其实遇到这件事情 也是一件好的事情 这是一块 但是另外一块是 当他已经服务完的当下 他回想这件事情的时候 他就会产生一些矛盾跟压力 所以 那个就感觉上是 在服务的时候 他的身体是轻盈的 很开心的 但服务完了之后 突然背了一个隐形的 沙袋的感觉 所以 那这个隐形的沙袋 让他接下来 他要规划他的生意 接下来他要接他 更多的客户 不管他要做行销 或是服务的时候 这个隐形的沙袋 会让他在他经营的事业的路上 变得比较重 所以我们就针对这个 去做探讨 我想到有另外一个客户的一个 的一个故事 我最近有一位客户 他 他去尝试了一个 一个 免费的 的一个咨询的服务 他过去都是 都是第一次别人跟他咨询 他是一个live coach 如果第一次别人跟他咨询的话 是需要收费的 然后 那收费完之后 咨询完之后 然后可能会 成为一个长期合作的客户 会签这样的一个约 然后协助他人生上面 关系上面的各种挑战 这样子 这live coach的服务 那我这个客户他 可能是突然心血来潮 那当然是有抱一些初衷 这些初衷可能是想要服务更多 怎么样的人 然后刚好那阵子时间 稍微多了一些 所以希望可以 OK 希望可以服务更多人 有更好的影响力 这样 所以他开放了免费咨询的服务 但是当他开放免费咨询服务的时候 哇 就是突然就很多人来预约嘛 然后他可能每天都会排这样的一个咨询服务 可是他发现 他发现他有点 有点辛苦 有点累 然后他发现有很多 他预期 预期 或是他不喜欢的事 他没有预期的 或者是没有让他感觉到 这个生意做起来是很舒服的一些感觉 比方说有些人呢 他并不会珍惜这样的一个免费的服务 他可能只是单纯的好奇 来听听 然后他可能只是怎么样 可能只是同行想要打探 然后可能只是想知道 并不是真的想要用Life Coach的服务 而是想要知道 你是怎么样把你事业经营起来的 就是想要找一些秘密啊 秘诀啊 万无一世的一些方法 然后 所以他在服务的过程中就觉得 就觉得 这个可能心有点累 然后身体也会 也会有点累 但是他已经发出去了 然后他住了一阵子之后 他发现这件事情了 结果他就开始困扰了 困扰的来源在于哪里呢 困扰的来源在于他 会去想到 OK如果他 就是先 就是取消这样的一个 这个短期间的 突然发布的一个 一个活动的话 就这个免费的活动 那 会不会客户 就会有一些负面的评价 你看这个就像我们刚刚所讲的一样 他当下是没有在做这件事情 没有在服务任何的客户 不管是免费的付费的 但是当他思考到这件事情的时候 他的背上一样 一样背了 就像我刚刚另外一个客户一样 一样背了一个隐形的沙袋 让他在 继续 走 事业经营的路上的时候 会 走起来很重 很辛苦 然后 你知道有些严重人 他们就是到这个程度 然后就会 长期的这样子的话 变成副交感 神经失调啊 压力太大 睡不着啊 然后 那可是我这位客户 他有 私底下我们有 稍微 讨论一下 他后来选择 相信他自己的直觉 以照顾他自己为优先 然后不去 放太多的焦点在什么 在担心 客户会怎么样去看 然后去担心 别人会对他产生一些 负面的一些评价 因为我们发现 当 当我们在思考 这些好像 我常常这样讲 就是听起来很合理 但实际上 让我们停滞的 选择跟想法的时候 其实我们的表现是不好的 也就是说 其实我们的事业 反而会停滞的 其实那个时间 如果我们可以 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状态 我常常喜欢讲一个状态 叫超常发挥的状态 我们这些时间 如果我们不去 因为这些看似合理的 一些想法而担忧的时候 我们其实会有更多的精力 跟能量去放在一些 有趣的事情 有创造力的事情 或者是真正需要 我们的客户身上 我们可以为他们提供 更多的价值 我们可能会 多做一些 有帮助的内容 然后多扣取一些 真正需要我们的一些客户 所以也会 不只是内在躺平的 内在的负担减少了 也会让我们有更多的精力 跟能量 那这两个 这两个案例 其实它是 它是类似 所谓的类似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 其实困扰的 并不是 我的第一位客户 它并不是 困扰它的并不是 花多少时间 跟成本的效益 并不是这样的一个计算 因为它在投入 为客户服的当下 它是很开心的 但是事后去回想 用这些看似合理 做生意 你就需要 去看好你的投资报首率 我不是说叫大家 不要看你的投资报首率 不要看你的投资报首率 而是我们去注意到 这些想法 让我们在经营世界的时候 到底是操场发挥 还是停滞发挥 对 看起来很合理 我应该要怎么样做 好像我们在过去 有一些 比方说 在我们奇迹模式的 课程介绍网页上面 有放一个 试听的影片 叫做 万无一失的迷思 之类的 我们都相信 有万无一失的方法 一定会成功 但是 这样子的相信跟想象 反而让我们 忽略了 我们内在有很多 我们可能在 事业境上有很多 可能性跟创造力 我们一直想找 成功人的经验来戒取 但是 不是每个周末结论 都可以交出 下一个周末结论 不是 不是 有时候成功 不一定是可以这样 完完全全复制的 每个人可能有自己的一条路 因为我们的DNA 我们经验 背景 环境 缘分 都不一样 OK 所以 万无一失 或是像我 我这个客户 这两位客户的 一个是 他对于成本效益的掌控 然后 另外一个是 我刚刚说的第二个客户 他对于什么 就是客户会不会 产生负面情绪之类的 其实在我们思考 这些事情的时候 反而我们 我不喜欢讲浪费 但是这个 现在好像只有这个词 比较可以形容 对 可能会我们 就少了 可以放更多的精力能量 在更有效的事情上面 当我们现在这些 这些思考里面的时候 而且其实这就只是 服务界限的改变 因为如果 我们的创业是为了 让我们开心而存在 那么 我们开心 就可以让更多人开心 那这样的服务 我觉得也挺好的嘛 这就是我一开始 所提问的问题 如果你完全不用担心 时间成本 你会怎么样调整 你的服务 你会专注在 哪些层面 那当然 所以我当时 跟我这位客户 恢复的方式是说 我们可以先暂时的 先把我们对于 生产力的追求 我们对于 时间效益的 这个 这个 想象 先放在一边 我们先回到 服务的本质上面 因为当我们 带了这样的焦虑的时候 好像心里有个计算机 不断的在算 投入啊 跟产出啊 可是实际上 整个创业 是跟许多的生命 有相关 跟我们的影响力 有相关 可能跟我们的能量 有相关 那 它并不一定 就只是 像个计算机一样 算我们投入多少时间 会换算到多少的 的金钱 有些人 就会 当然有一些 在 在 在讲赚钱的人 我们当然要去建立一些 多元收入的管道 或是被动收入的管道 而让自己 有花更少时间成本 就是 很多人在 在提倡的 那 这个结果就是 是一个简单的数学 没错 但在我们执行的时候 在我们真正去执行的时候 如果这个想法 反而 这些想法 这些生产力 这些时间效益 反而阻碍了我们的时候 反而创造压力给我们的时候 其实这反而就是一种得不偿失 对不对 因为这会让我们 没有办法专注在 提升服务的体验 然后 而且这样的一个焦虑 会缩现我们的眼界 会缩现我们视线 会让我们看不见 真正的潜能 跟可能性在哪里 我们真正有可能 让收入成长的地方 会出现在哪里 就像是我有一次 这中间还穿插了一个思想 这个思想是 我觉得 要这样子做 才能够赚多少钱 我觉得是生意要这样子做 才可以OK 如果不这样子做 那我赚钱就是少了 也就是我们有一个很深的想象 是我们可以控制所有的结果 或者是我们觉得事业 就是要由我们来控制结果 然后 我们以为 我们为自己所算的命是真的 但是 我们是创业者嘛 我们不是算命师 那我们也不需要当任何的 詹卜斯或是预言专家 因为很多预言 他可能也不知道 你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 也不知道他自己 下一刻会发生什么事情 然后 所以 我的意思是说 如果我们看见了这一点 那其实 他背后有多神奇的事情 如果我们去承认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不知道 究竟做什么事情 有可能带什么样的结果 他反而会让我们更放松 这是我们之前的一个电子书 叫做 创新成长策略的一个 六个核心思维里面有讲的 然后所以 如果有兴趣想要多了解 类似相关的事业成长思维的朋友 我鼓励大家去我们的网站 下载这个 这个电子书 然后看一看 那 看看会不会有一些帮助 里面蛮多的一些练习的 然后 就是假设我们不知道 到底做什么 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 或是我们以为 怎样做 会有结果 这件事情是一个想象的话 那会发生什么事情 我就想到 那时候就跟我的这客户说 我想到 在我的这16年 经营这个 线上的教练 这个生意的时候 我其实很长的时候 我也会有这些焦虑 但是我也很长的时候 就是 造成一个 我内心的一个悸动 然后去做一些事情 比方说我今天刚好 穿的是运动服嘛 我今天在录这个课的时候 穿的是这个 under armor的 的这个衣服 然后 因为我带我要去运动 然后 我有一门 线上课程 叫健身捷径 就是在讲 因为大家都知道 我很喜欢做少得多 我事业上要做少得多 生活上要做少得多 我运动上面 也要做少得多 所以我们就 我就 就是 有开一个这样的一个 健身的一个课程 然后那 开这个课 我常跟大家说 你觉得开这个课 我赚钱吗 我 我就说 开这个课不是我的本行 然后我的 我主要市场族群 也不是这样子 所以 但是对于创业家来说 我确实觉得 就是 我们可以花最少时间运动 但是 哇 就可以让我们身体 也很健康 有精力的话 那我们 就蛮好的 我觉得 那我们可以花更多时间 去做更多有趣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 这个课其实 适合任何人 然后包含创业家 包含想要 减少时间运动 但又有效的人 或者是 想要进入到运动 但不想花那么多时间的人 OK 总之我对这件事情很有兴趣 因为我就觉得 如果我 这16年来 不是只是身心灵的 什么 冥想老师 不是只是商业教练 不是只是life coach的话 如果我有一个健身教练的头衔 我觉得好开心 我 单纯就是为了这个原因 所有开发这样的一个课程 然后认真的 几个月把它做完 录完 然后找合作伙伴 来做个动作分析指导 然后 我就觉得他不会赚钱 我自己觉得 也是我帮我自己算命 我还有另外一些小的课程 也是我也觉得 他们也不会赚钱 对 但是 他们就是一股 我喜欢这件事情 我就去做了 那后来也发生一些奇妙的事情 就是 我一般来学行销的话 它会 有一个很线性世界思维的架构 就是告诉你说 你要 假设你的服务是 行销教练好了 那你前面要有一个 跟行销相关的小产品 然后接下来中间要有一个 中介的课程 然后最后面你要有 咨询一对一 之类的 然后 就是有一个 有一个我们所谓的叫 漏斗式行销 那这个漏斗式行销概念 其实只是让客户 慢慢的去理解你的服务 去认识你 然后 能对他才能怎么帮助 然后 最后他又成为你的一个 长期的客户 是一个这样的一个 沟通的概念 我喜欢用这个角度来谈这件事情 但是这是线性的 对不对 但在我身上却发现了一些 发生一些非线性的事情 比方说 我可能有一个清醒梦的课程 我可能有一个 健身的课程 我可能有一个饮食 减肥的课程 然后 但是我最主要的 后 就是 最主要长期服务的这种 我的高阶一对一的方案 是针对创业者 然后是做那种 可能 十几次到二十几次的一对一 可能一年 一年半左右的合作的时间 然后协助一个客户去改变 他的商业模式 经营事业的状态跟方法 然后协助他在这段路过程 陪伴他可以有 看见更多可能性跟创新 这是我的主要服务 对不对 但是我却 因为我这些小课程 竟然有人 因为这些小课程 然后后来 他是第一次 他从来没有跟我上过课 但是他第一次就上这些小课程 然后后来变成我的 高阶的客户 所以我们真的知道 我们做什么 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吗 我这样去问我那个客户 你真的知道 当你当下很开心的去 你可能花了稍微多一点时间 去服务这样的客户的时候 大代表你未来不会赚钱吗 我们只能用这样的数学 跟线性的方式 去计算我们事业的价值吗 然后另外一件事情是 如果我们不喜欢 我们不能够重新去 调整我们的界限吗 因为人本来就是会一直不断改变的 那后来我那一位就是 开放免费体验的客户 他就 他就正视自己的需求 然后当然他在这段路的过程 他也有一些新的发现 学到一些东西 看见一些未来 也可以做的潜能跟方向 然后他就 发了一个公告 告诉他说 告诉他说他要先 可能 取消未来的那个免费服务的预约 然后 很真诚很实在告诉他 告诉他他的理由是什么 告诉他他的 他其实服务的初衷是什么 然后 其实这个就是设定一个界限 然后告诉他说 这个服务是适合什么样的人来的 对 但是 后来他发了这个 这个公告 我觉得 不只是对他好 也对他的 follow他的人 或者是 对他的客户来说都好 甚至对同行来说也好 因为他做了一个很棒的 照顾自己 设定一个界限 弹性 自己事业的一个示范 OK 所以这就是 我们今天这一集 创新商业教练QA 我想要来跟大家分享的 如果下一次你在服务的时候 你在经营的事业的时候 如果你明明是在做着你开心的事情 你能不能够放下 你对于时间成本的焦虑 对 不是叫大家永远都要这样子做 基本的数字还是要算 但是 数学只是一个一加一大一 等于二 不是大于 只是一个一加一等于二的一个简单的东西 对 我们不需要把我们做生意的 99%的精力放在算数学 生命有很多更有可能性的地方 如果你很喜欢这件事情 那但是时间成本对你来说 是一个焦虑 能不能先暂时放下它 纯粹去体验 你在服务当下的那个感觉 如果这样做 你觉得你的生意会有什么不同 我希望今天的故事跟案例 还有QA可以帮助你的事业 有一些转变跟成长 那如果你有兴趣来跟我们体验 我们的一对一教练 也可以欢迎来预约 我们在这个月呢 还有一些活动 我们在 11月17号 有一个创新成长 Club的活动 我们会大概聊一聊 航平创业 做少得多 的一些概念跟故事 来跟大家分享 然后在10月25号呢 我们会有另外一个 进阶学院的一些课程 我们会连续五天中午的时间 我们会谈一个主题 这个主题叫做 如果你在经营事业的路上 可以没有恐惧的话呢 如果你可以过一个 无惧的事业经营的路线 那会发生什么事情 我会连续五天去探讨 恐惧到底是什么 那我们最近会有一些 希望可以多录一些内容 来跟大家分享 好吗 那我们在 希望今天的活动 对 希望今天的内容 对大家有帮助 那我们在下一期节目中 再见哦 拜拜 如果你对于今天 这期节目的内容 有一些兴趣 想要深入探索的话 欢迎到我们 这一期节目的 描述栏的下方 去找找看 更多相关的一些 连结 或者是一些资讯 也欢迎加入 我们的学习社群 来去学习 我们的一些 进阶课程哦 那我们在 下一期节目中 再见